我们发现说在养育子女的每一个阶段都很有挑战 父母都需要跟着成长跟改变 甚至孩子成年以后 父母也需要很多的调整 所以这个题目是 我们到底要怎么调整 长辈父女跟成年子女的关系 很多时候都不是真的那么好 好像一句话说 相见欢可是相处难 特别是过年过节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跟父母的关系好的孩子 他就留下来 然后吃吃喝喝 然后一起的共度欢乐 那如果关系有点紧张的 就会发现说吃完饭 孩子就赶快拍拍屁股 就想要赶快走 因为孩子 为了要经历大学的生活 他们是感到很兴奋 但是他们也会很胆怯的 有时候父母也会很舍不得 很难过他们要离开家里 如果是关系好的话 父母就会觉得他们要离家 觉得很不舍 所以孩子在离家的前夕 能够全家一起吃饭 父母或兄弟姐妹 或一些孩子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在这里聚集 父母鼓励 父母以鼓励和造就的话 来给孩子祝福祷告 这个就是他们一生 会很难忘的时间 亲爱的朋友 上大学的孩子 我们做父母亲的 我们需要有这些预备 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的朋友是谁 我们都好像梦母的三千故事里面 我们注重他的朋友 我们也知道朋友影响我们的孩子 孩子离开家的时候 他们要结交一批完全新的朋友上面 父母亲能做什么 或许你会说 这个我们怎么有办法能够控制 我们也不能叫孩子 要交某一种朋友 我们只能提醒 是的 我们要提醒 可是身为基督徒的家长 我们能够借着各样的媒体上网 打电话等等 要求这一个他们要去的地方的团契 负责人 基督徒你认识的教会等等 就让他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第五个的朋友 新的朋友都是基督徒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徒的朋友 他会影响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 我四个孩子里面 我有两个 我刻意或者是专心的 在他们上大学之前 就给他们联络 而且我还记得我告诉那个团契的负责人 请你不要告诉我的女儿 不要告诉我儿子 我打电话来要求 可是当我们送他们到那里去 到大学的时候 到了他们的宿舍 他们就被这一个已经是这种团契的 知道他们要来的 他们就围绕他们 我带我的女儿到大学的时候 很高兴 有五个年轻人下班 就帮助我 把他的家具的东西搬到山楼上去 其中有一个男孩子 非常的热忱 然后帮助 今天就是我的女婿 我们下期再见